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哥 速进 速进 请爱好证人向法庭提供证词 据我所知 被告当时扣押了这批军用药品 并且利用当时药品管制 和他个人的步伐手段 以高价卖给了几个药商 他们分别为 李大文 王涛和蔡建国 他们已经提供了书面证明 并且愿意出庭作证 我还可以向法庭提供那批药品的样本 作为证据 法官大人 我请法庭传唤二号证人 所提到的三个人证 可以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我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打赏 omination 也只是过转发 先锁金 下云 你 您请不吝点赞 好 怎么了 眼睛都哭肿了吧 你看看你 还是小孩 还哭 别哭了 沈小沈你不在 你不知道我过多好 没得你教育 我每天都歌舞正平 少来这趟 来 说说吧 你们是怎么合谋欺骗您律师的 这些都是金先生特意安排的 金先生希望大哥离开 可是以大哥的性格 他是不会走的 所以在大哥吃饭的时候 金先生安排我在大哥的酒里下了药 那天吃饭的时候 吃饭的事情我还记忆犹新 来吧 咱俩干了这杯酒 生生赐死隔岸前面 两相前 大哥喝完那杯酒之后 我就觉得他有点不对劲 大哥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到的没错 只是那具被烧焦的尸体 是金先生花钱从医院买回来的 哥 哥 哥 那个时候我跟容大哥已经去医院了 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上海 小薇 你就别怪你二哥了 他隐瞒你是为了救我 这件事知道的人越多 对大哥越不利 我还有什么权利怪他呀 这些天 我为了这件事情 一直对他耿耿意怀 让他受了不少委屈 我知道 数指出他 对不起 大哥答应你 以后三兄弟之间 再也不会有所隐瞒 金先生我们之所以这么做 是希望大哥离开上海 永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是没想到你还是回来了 对 在何大伯和马专远 没有背叛有罪之前 我绝对不会离开上海 这段时间 我已经查到了不少证据 你都查到什么了 问题大到你难以想象 他们相互勾结 几乎已经渗透到 每个接受层面 大哥 我帮你一起告他们 但是这件事情 并不是你我显像那么简单的 对 就是因为不简单 我才要查 你放心吧 蒋特派员已经向我保证 一定会全力支持 龙都查 你不告诉我 请你 你们掌握 你 我 你 你 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龙独产你放心 我这次来是做好了 顶住各种压力的准备 不抓他几个点心还怎么反弹 大家安心吧 我这次来是带了上方保健的 一定会追查到底 饿了吧 来 吃点东西 是小彤做的饭菜 早知道你今天会回来 我当初就不该让你出去 你真以为你英雄啊 你听我想过吗 如果咱们敢咬和爷一口 明天我活着出不了这门 就算你不替我想 你替三弟想吧 幸何的手里又在通过我们正中 讲完了吗 讲完了你听我说 这次我是有绝对的信心 这位蒋特派员从来就是刚正不合 而且这一次 他是拿着委员长的手令来伤害 你应该可以相信他 我呀都为你想好了 把你关进来就是为了保护你 到时候我会安排你出庭指证和爷 法庭会对你从轻判处 至于三弟我心里有数 你不用太担心了 我记不起死去的父女是什么样子 但我想你一定跟他很像 对 那你为什么不能有一点点想他呢 但是我希望他也能行 那你就更加应该知道 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 来 吃点东西吧 我吃不下 你走 好 我走 我就知道我不能让你吃饭 但我知道有一个人呢 我 你过来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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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好 你放心吧 小文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 你和刘安妮还有来往吗 没有 那你想一想 你有没有什么把柄落在河野手上 大哥 我知道你和二哥都为我的事情担心 但我现在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们不用再为我操心了 能不担心你吗 大哥只是想让你知道 这是非常时期 你一定要分清楚 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大哥 我不管什么敌人什么朋友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我的亲人都在我的身边 但我希望你也知道 在我心里 刘安妮永远都是我的亲人 现在黑市里面紧缺的物资 就是接收大员放出来的 而且都他们隐匿的没收 汉奸的资产 我们查到的就不止这一两起 没想到党国竟然出了那么多的著作 诸位 请稍安无照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天津刘乃怡的事情 他贵为华北区海军专员办公处 平津峰处主任 被人检举贪污地产 我可以宣布委员长已经下了首令 枪毙 有人说 我们这次调查反弹 只抓苍蝇不打老虎 华北七个调查清算小组 已经战功赫赫 接下来 就看我们专属的 有一个抓一个 不管什么背景 绝不呼吸 是 委员长派先生来上海 有何指示啊 委员长非常关心特派员在上海的工作 一直在向各方面打听 孔先生和夫人那里也帮助收集信息 哎 平津那里搞得红红火火 可上海 却一直没有打开极面 非也 前任哪 你糊涂啊 天津刘主任犯事 是因为那里有四里人的轻压 上海可就不同了 上海可就不同了 再小的苍蝇连着大老虎 你可知道委员长派我来说什么 就是要提醒你不要太急进 我急进 你看 你看 这里的每个案子都有确实的证据 天津啊 委员长有空看你这些证据 还是听夫人孔院长说你的不是 我哪里得罪他们了 怎么没有 我告诉你 那个何涛博 抗战期就为孔院长做了很多的事 孔院长连手下得利大将都不保 好吗 再说夫人那里 你身边的那个马钻员 也可能是通了路子 岂有此理 我要回南京 面见委员长 天津啊 你很年轻啊 你知道南京是什么局势 军统和总统 两边都说你的不是 说你破坏了上海的安定局面 绝不能成为上海市长的候选人 你好好地想想吧 特派员 特派员 你们如此看得起老选 半夜提审 什么事啊 何涛博 对你的指控 你认不认啊 你急了 是不是南京那边又有压力了 放肆 凭我的权利 我能让你活不到明天 我信 但是你也要相信 杀了我 你明天也是不见天日 特派员啊 我佩服你正直果断 但是你也要好好地想一想 你说为什么别人贪污腐化 却高官得作金银满仓 你呢 你只能把大好的时光 浪费在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身上 是 是 有的时候 你会得到委员长的青睐 但是只要有人在他身边 说上几句话 你就前功尽歇 你说你这一生亏不亏啊 我现在 是你手里的一张纸牌 你可以把我当成一张废纸 随随便便地扔掉 你可以把我当作你 节节高升的保护令 等你的官做大了 再慢慢地显示出你的刚之不合 我 怎么样 你怎么进来的 你怎么进来的 大哥 是他把我弄进来的 你是想问 我怎么进的你这间牢房 这里边的牢房 我随便出 怎么样 在这儿还好吧 怎么了 走 贞兰 道今天为止 我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 你看 你大哥起死回生的事 我从来没问过你吧 我要是不相信你 你早就欺贱王雅芳了 金山 我老朽 烂命一条 你也一样 但是你那个弟弟 挺有出息的 还有金宝这孩子 现在有这么高了吧 干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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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怎么做干爹 干爹 干爹 法官大人 我上次提供的证词 完全是行刑逼供所至 现在我声明 收回 我也收回 我年纪大了 写什么东西呢 我做素的 我有医院证明了 已经交上去了 还没关系 法官大人 还有一名重要证人 请求法庭传唤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些药是日本人命令禁止的 经常会到我这儿来检查 如果查到 我会掉脑袋 所以这件事 纯属子虚无有 金山 你才帮我胡子大 他们 进 这位听众藐视法庭 请法警把他驱赶出去 放开我 放开我 金山 你不要去把他把他帮你出去吧 放开我 放开我 金山 住 下面 下面 罚官大人 我代表公诉人要求 将证人金山列入被告名单 代表公诉人 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告诉你 由于刑署方面的工作原因 公诉人已经请求撤回诉讼了 我反对 速尽 速尽 这是蒋特派员签署的委托书 法官大人 这不公平 不要求审判继续 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容先生 我遗憾地提醒你 你所有的证人都已经推翻了证词 如果你再坚持的话 我就要判你藐视法庭了 现在 我正式宣布 公诉人 申请有效 本庭撤销 被告当庭释放 等一等 等一等 法官大人 我以狄兹接收委员会主任的身份 当庭控告这位容达彪先生 他在日委时期曾经参加过建国军 是个漏网汉奸 所以我当庭对他提出诉讼 并请求拘捕他 控告有下 当庭拘捕 他这么大部分公司 连他自己的弟弟都送进了监狱 他肯定是被冤枉的呀 就是 当年除奸的时候九死一生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汉奸 还有 这事也太蹊跷了 特派员怎么突然就撤诉了呢 事情发生太突然 我也没料到 但愿龙都长得为自己洗清罪责 南京方面 要我立刻回去诉职 兄弟我 先走一步了 大家保重 我敢打他 我正好 我 她 我 我 有 你为什么要做伪证 其实我说什么都是与事无补 我说什么都是与事无补 大哥根本就是南京的一颗棋 连棋盘都是人家的 咱们能做什么 我问你为什么要做伪证 为了自保 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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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 这里面有很深的隐形 你误会你二哥了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金山 你就是个王八蛋 大哥那么正直一个人 你却要害他 我他妈就不敢相信 我相信你 小白 不恢复了 同病 你们好 算是 不恢复了 他的神 是 不喝多了 谁也不许走 好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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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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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喝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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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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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 酒 酒 何爷 这不是跟了你二十几年的 大弟子金山吧 现在真是青出于蓝 爱盛于蓝啊 何爷 他现在是明修战道 暗部陈昌啊 干爹 阿山知道您最近伙计大 干爹 干爹 我带了两副兄弟 给您消火压惊 何爷 怕这次给你一只熊 你也得担心吧 干爹 官司 反正您也赢了 您现在应该踏实 我现在担心 养虎为患 我能踏实得了吗 你带着这么贵重的东西来见我 是有什么事求啊 喝完酒 壮壮胆 好 兄弟们给他倒酒 兄弟们 给他倒点酒 好 好好好 来来来来 老婆 来来来 老婆 喝啊 你喝了 喝 喝 快 dre 兄弟 읽我一句话 哈 罗大彪没死 因为她是我亲律的 我亲兄弟 像在座座一样 如果各位兄弟 奶奶奶天有三长两短 我今三上朝三下化海 在所不测 干爹我错了 我没跟你说 干爹 饶我哥这一次 我给你做就做嘛 你啊 想当初也算是上海滩的一个大英雄 你看看你现在为了你哥哥你的样子 简直就是他妈一条狗 你喝酒 你喝酒 荣达标 有你这么一个弟弟 也算是他修来的福分 好吧 我就给他一次机会 好 我会给你喝酒 你喝酒 好 哎 我喝酒 你喝酒 我喝酒 我喝酒 是哒热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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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